嗨,大家好,我是歐瑪 你知道什么是风格地产影响力投资吗? 那身为市场观察者的我们 一定要来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 那接下来注意听哦 首先呢我要先来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拍这一系列的风格地产影片 因为呢我们在介绍这些空间经营的时候呢 我们确实发现 这些房地产它透过很好的经营团队进驻之后 它可以带给一个地方很棒的活力 然后很不一样的生命力 再次我们认为房地产它毕竟就是 还是很多人资产配置中的一环嘛 所以其实某些地方它也不应该被污名化 再来呢是我们其实非常推崇所谓的影响力投资 其实影响力投资的话呢 它就是可以解决部分的社会问题 可是同时呢也可以让企业获利 让企业更有动力呢持续去做对的事情 以我们身旁的案例来说 像RED612或者是9楼 他们都是提供租客一个很好的生活环境 那同时呢也让房东非常的安心 而且呢同时公司也因此有这样子的一个租金的获利 所以呢其实它形成了一个三营的局面 那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正向循环呢 就让这个规模它可以持续稳定的长大 当有一两个这样子很有正向影响力的团队出现 那它也会吸引就是相对应的投资人去做投资 那刚刚的RED612或者是9楼 那他们透过去改造老房子 然后创造很多美好的居住空间给租客 它是属于都市再生的一环 那像不是再生的话也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议题之一 像过去影片中啊有提到 在台北后果车站的漫步1948 那它就是透过去改造一个非常有历史的建筑 那这样子旅馆的出现呢 其实也产生了一个很不一样的氛围 让那边真的是蛮有活力的 然后到访的旅客啊 也可以透过里面的一些故事 去更了解台北后果车站这里曾经发生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第二个呢我们很关注的是关于地方创生 那是我们之前影片里面有提到 位在苗栗的苏维拉庄园 它目前真的是全台湾数一数二的庄园餐厅 苏维拉真的是可以做到风景跟美食都是色香味俱全 重点是呢他们其实雇用了非常多在苗栗当地的员工 所以其实对当地也是有一个很好的贡献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未来的话也会持续在台湾的不同的乡镇里面去看看 有没有类似这样子的很好的闲置的空间 那我们也会找对的品牌去做出更多很棒的作品 那最后一个我们关注的议题是关于银法地产 因为呢我们身旁接触到的很多的读者或者是粉丝 其实他们都非常的梦想未来在老的时候呢 可以到乡间有一个自己的退休宅 但是如同之前影片提到的 其实要搬到乡下 然后要盖个自己的房子要考虑的点非常的多 所以呢在我们就是这种比较专业的分析之下 其实可以带领着大家用一个更好的模式 不但是自助而且是兼有收益性的 像接下来呢我们在宜兰呢就要即将展开一个共享乐活庄园计划 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 接下来一定要好好follow我们的facebook 然后我们也会举办相关一系列的活动 希望有兴趣的你要赶快记得来参加哦 那今天就到这边了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arish的资讯 第一时间分享给你哦 拜拜 拜拜